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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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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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性格非常的活活开朗 然后我会的才艺也特别多 但是都是属于一瓶的不满 半瓶烂逛的 就是都能糊了点反正是 这挺好 这挺好 那你这才艺比较多 都学了什么才艺 像我学过美声专业 那个施朗诵 还学过二人传 然后现在包括我现在 在那个金银术学院 学集剧专业 这不会的也挺多的吗 学美声 对 美声专业 能唱两句吗 唱两句美声 行 我唱一个燕子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首学的歌 我缓三秒 缓三秒 原子 听我唱歌 我笑的燕子歌 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 与她 你的心去快去去 勇我破 你的微笑好像 repar 室情再闪烁 有点没发挥 我刚才听唱你这个燕子 这个你的气都没沉下来 对对对 有点现在有点紧张 气口没沉下来 见到四位老师太紧张了 太美国了 太帅了 不是 他也不容易 你看他唱这个吧 他可靠后了 叉叉转可靠前了 对啊 他不容易的 因为二人转 它属于是民族发生方法 那你刚才说 你会朗诵啥的 对 啊 什么这个呢 对对 来两句吧 来两句 你别看我说话这么东北味 但我朗诵的时候可像样的呢 好 给大家来一个 在别康桥吧 但是我这有一个正常版 和一个不正常版的 我就先来一个正常版的 好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流 那河畔的金流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夜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凡事我就会自了解 这是正常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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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常的 不正常 不正常就是东北画版的 我也来两句啊 00点 helfen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面喷了巴唧地来 我待了巴掌地招手 跟西天的云彩说拜拜 在河泡子里的柳树 是夏晚时候的媳妇 水溝子里的切尾灯 在我的心头一个劲里 甲雇用 这孩子 我都赶紧这小孩吧 他就是说相声能 他有点喜剧的天 太厉害了 那你什么时候 开始介绍二人传呢 我小的时候 就是因为咱们东北的特色 就是家里有什么好事啊 什么都会请二人传演员 去到家里去摆戏台子 然后一唱 就是两三天的那种 那个时候我家 就是邻居就办事 然后之后就请了二人传演员 二人传演员没地方住 他就住我家了 然后之后他走的时候 他留了一个扇子和手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听他们唱 然后他们走了之后 我就拿着他们那个 手绢和扇子 在我家炕上 就跟着扭撒 扭撒扭撒 我妈就看着了 我妈看着了之后就说 你这没行的时候 我姑娘能有 最方便的那个傻呀 你再不就去学二人传吧 本来我本身就爱好这个 然后就去找了老师 去学了二人传 我没学多少时间 那个时候就是寒暑假去学 一年的寒暑假 也就是每年去待 一个月 两个月那样 就是同学也多 学的不是那么说 一对一呀 那么就大更多数就是说 是个师姐们唱 然后对我们听着 然后去学 然后那方面 等到后期的时候 就不学了 因为你不认证的话 你唱啥子也那啥 然后就回去学习了 但没事的时候也挺 但是就是没有说去找老师 去学 然后就接触美生专业了 因为我学美生专业 是学了三年 它是属于我一考时候的 那个专业 因为我想考 那个吉林医术学院嘛 然后在吉林医术学院 我当时就是看 那个简章的时候 就看到了极具专业 我说哎 好何不就是把这个 吉林医术学院 这两个专业就都考了 你看是不是 然后就我就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 说着去考一考 你学吉林医术 你父母知道吗 当时也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说我想考个吉林区 反正我爸和我妈 就是挺尊重我的决定的 去考吧 一发心大胆地干 就是那时候就选择吉林区了 成绩怎么样 我考了吉林医术第二名 你看看 我肯定得学吉林区啊 考第二名 你当时考吉林区唱什么 考吉林区唱啥子 我考吉林区唱的是 包裹批行的那个 双举办事那个选择 来一段呗 唱两声呗 好 来一段吧 唱两句 唱两句 哎呀 双举办事 心为寒 我认为啊 我认为啊 我认为他学咋了 你看你看你现在就唱这个吉林区 你也就有半美声的感觉 对对对 跟你说几句唱唱 二人传 二人传呢就是 呃 头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 高 高 高 你唱 高 高 对对对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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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包括你几句刚才也是 双举办事 你说 事 对 他非得有个弯 顶高个有个弯 老师拐个弯 心为寒 暗 我气儿好不高 你来往往上拐一下 别拐啊 我感觉啊 其实你还要经过一下 叫系统的去学习 对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因为我刚上大一嘛 我对今后的打算 其实到现在还不确定 因为我现在是涉及到了 美声专业 极剧专业 还有我最喜欢的二人传 我的希望就是说 以后能把这个三个专业 都延续下去 都好好去学一学 因为就像我说的 一瓶不八瓶浪购的 我不能说什么东西 只会浅显的那一点 一定要去花大把的时间 去好好的把每个专业 都给他琢磨透了 然后学透了 现在对二人传有什么看法 现在对二人传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 现在因为二人传 是传统老戏 我觉得二人传 其实老的东西 要传承下去 然后也要挖掘新的东西 比如说让它更加的 现代化 多元化 然后符合当代年轻人 或者是你在编排 你来新的二人传的时候 可以就是说现在网约车 然后网上还可以叫参呢 就可以把这一些 都可以融合起来 其实就是这是一个 我现在对二人传的 一个小看法 让更多的年轻人 去把它给愿意唱 先是愿意听 然后愿意唱 然后慢慢就传承下去了 这是我的看法 他这个其实 就给咱们一起离 二人说今后 这个发展传承 怎么从哪条路走 你得迎合现在的观众 迎合现在的年轻人 他把传统的传承下来 就是得发展 今天咱们就别无选择了 你去孙正宏老师 好的 今天来到这舞台 想证明什么来 为什么来这舞台 对 就是为来的 让你发现老妈呀 小鸡子被发现了 反应真快 反应真快 哎呀妈妈 这么着急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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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比二人段的 这个理解 比二人段 这个将来的路怎么走 提了很大的一个观点 现在的年轻人 像你这么准确的 抓到这个观点 很少 加油 加油 这些老师都会帮助你的 因为孙老师 也是咱们吉林省 集剧团的演员 然后这样我也可以 就是说以后 在二人传专业 然后还有集剧专业 都可以学到了 恭喜朱瑞雀 成功加入孙中宏战队 也愿你能不负年华 放飞梦想 为二人传注入新的火力 让这门艺术 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太棒 太棒 接下来上场的 是一位来自 长春双阳的个性女孩 稍后 她将有怎样的表现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刘云娜 今年21岁 家来自长春市双阳区 算是一名二人传小学员吧 从小就喜欢二人传 但是由于我的性格 或者是形体方面 我就比较喜欢下转 在下装 在台上那种活泼劲 或者是那种活跃度 这种是特别喜欢的 比如从学岸传都是在 一直学的东西下转 包括所有的戏 或者是形态 形体 形体下转 所以来到这种台前 跟这位老师好好学一些 好好地研究一下 就是下转 这种形体 或者是手引擎发布 我在台上的一朝一室 可以让导师好好地 推荐地扔我 娜娜 你是最棒的 加油 我还好啊 谁不知我天面无私 我叫包文正啊 谁不知我天面无私 谁不知我天面无私 正当做事我都要公平 凭着家事我不管 管这旁人我怎么酸重啊 正乘的管这种 怎么去保护我 也是个小孩 我发家发是大不相同 同情包棉我把他来放啊 放了包棉三地岂不是恶罪到命 明知故犯三地最佳一等 等于眼儿我都去到岭 凌厉不过我的恩嫂你呀 你把三地我来宽容 容我陈州去把梁去放啊 放梁一笔三地转回城 montrer 成马中的那 今晚宝殿散地我走一半 奔走成给我的老恩嫂 修个养老公 君请 我的老恩嫂你 前去养老啊 老恩嫂你富贵荣华 一辈子不受穷啊 啊 分少少少等老来 您老板都怒啊 你听听三弟叔叔 十里长庭 回不该十里长庭 扎下公关啊 文武百官都给我尖行 扫扫你年迈 不能尖行患者罢了 不应该大发之耳 给我来尖行 小包棉一尖路棚 先给满朝的文武 甚是伊利亚 又给三弟我身居一躬啊 他眼说包家做官 清如水明如今啊 老包家做官 都是辈辈青 三弟文听啊哈哈大笑 叫声满朝年的年兴啊 不是包公夸海口 老包家做官 都是辈辈青 正是三弟我都说下的话 小冤家不知啥事 得了一个羊角风啊 里的蹦起二三尺 不管我叫三叔 管我叫包公啊 他眼说包家做官 清如水来明如今 看看你清 是我请上前 拉住三弟 我的手不交 相爷 叫包公啊 跟我走来 跟我走 今天以上 把礼平三弟 我万般处在 无稽乃才把侄儿 上绑身 清晨绑道 天国五兵不一个人 来讲情 空中哪怕有个乌鸦叫 也算包免 救命性同杂不败 自己起三道铁骨 六下蹦 无奈和我炸了只小包面 三弟我是把抓肉长 肺腑都疼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 来了 来了 来自我介绍一下 来 四位导师好 我叫刘云娜 今年21岁 家来自长城市双羊曲 谢谢 哪个女孩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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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哦 哪唱下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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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唱下庄上 唱下庄上 那压下庄了 别紧张 别紧张 你每每块戏都是颜程啊 对全程下庄 这下庄不好唱啊 你看上庄 你知道吗 那一站一个眼神哪 还一个眼神 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往这一站 但下庄不行啊 你听没听过说过 上庄一趟现下庄得一大片啊 你下妆啊 你得把这个一大片底延起来 真的很抱怨 我感觉我喜欢唱下妆 上妆就是感觉不太适合我 上妆应该是特别 像细溜的 像严寿平老师 张晓波老师这样 大方 有气质 说谁细溜呢 我这个性格就属于是像跳马猴子似的 不稳的 一天特马张飞的 没有那稳的一样 他说歌舞台上能做得起来 那你平时作为演下妆 对 那那观众反应怎么样 观众反应 我感觉还可以 因为啥 女孩唱下妆特别少 我要给观众的一感觉就是 能不能做得出来 就对你比较好奇 有一次演出 歌台上刚上去 得嘴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说我是个女孩 但是唱下妆 但是有个阿姨就在下边 就用那种眼神就瞅我 那意思就是你能行吗 你这孩子 你说你一个女孩 我说姨你就放心 就是好听不好听 请听头一声 你就看我 你就看我行不行 行你拍 不行就当我给台上算猴子了 完了 嗓子一打出来唱两句 或者是给台一作 下来之后 那姨还跟我说 你这孩子你发现还踪啊 我感觉我长得也挺招些 你笑啥 有台元 有台元 所以说过去讲 就唱丑唱丑全场说口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有他有 你有这慢慢的优势 我感觉他为啥要唱下妆 可能是因为 比方说形体呀 是吧 比方身段呀 那唱上妆 你扭得一点浪 他是觉得他演上妆 可能不那么梦媚 就是没有唱下妆那么自信 对对对 对 所以说他下妆唱起来 自己很顺 顺畅 但舞台上很自信 能嘚嘚下来 你拿块戏就能不能展示丑的 怎么回来那个 整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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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那个韩江关 江熊斑冰那边 演得不是特别像 但是前面那节奏一浅来 那丑觉得小小表情 那就刹下去上来 挺好 那你说女孩就演成这种形象 首先她是自己的牺牲自己的形象 对 没错 所以说 你不像男孩 她挺勇敢 敢于牺牲 她挺勇敢 你说男的唱反串 唱那个大女的 她无所谓你知道吧 但是一个女孩演丑 就像杨老师讲完 就必须得牺牲自己 对 牺牲自己 是吧 那你说你这么喜欢 你这个演表演下妆这个行呢 那你就对今后这个 暗转这个路 你怎么打算呢 我想继续就是发展 就是还是唱下妆 所以说呢 来到这个舞台你就对了 我劝你今天一定要选男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唱下妆嘛 但你选我也更没问题 你就这么说吧 你就这么说吧 来我这就可以的 因为啥 最起码咱们的从年龄啊 不是 对 年龄合适 从身高啊 从身高啊 从形体 从形态 包括预照一世 我都可以知道吧 但是请你放心 但是我告诉你 电视镜啥都黄了 但是我告诉你 对 我告诉你啥的 人家孩子不是跟你唱一副架 人家是唱下妆的 对呀 你唱上妆了 这么多年我 没唱过上妆了 跟你身高没关系 我经常下妆了 跟你身高没关系 对呀 那你俩就顶了呗 他也是下妆 你也下妆 他根本不能上你的团队 我估计吧 那个颜老师呢呢 有可能去 为啥说呢 因为颜老师能跟他上个下妆 我跟你说 那个孙老师呢 他也会先去 别说 孙老师唱上妆好啊 实际上 我可以变得上妆啊 对 等会儿 你得把这么多人都变了呢 你头上 能不能 我俩三个夫妻受伤 把她团 她团我可以培养 她团我不是可以上妆 是那种事 实际的孩子啊 我说来说去吧 我是这么想的孩子啊 就是假如说你要上我的团队呢 咱俩可以搭呀 还是你就看看 真的 就颜老师嘛 我们俩嘛 你得就 把你的慧眼睁开你去看 我后面是集体省民间 一个大团队 是哦 而且我们这个是那个很多有 像头上也是名丑 我们都是名丑 但是我们团队缺女丑 女丑啊 女名丑 知道不 我肯定会把你打造一个 咱们就是二人转界的 第一个女名丑 你看到吗 我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 我可以一朝一世 手把手地教你 我有很多比方唱丑爵的这些功底啊 这些这些经验呢 或者方方便便我都可以 我们互相沟通互相学习 然后把你培养打造好 送到吉林省民间艺术团 行吗 不用 我们 我们直接打造好 直接打造好 直接打造好 你都不行 你不能那么大 你们单位很多新成力量 都是我给送给你 我生日子 我一骂孩子 你可把眼睛擦亮了 他们都在把墙角 真的 你跟阎老师唱 说实话 我心有的 跟我唱心有的 说呀他俩男生 阎老师不一定是教你 请做出你的选择 你要知道你今天 那个来的舞台 那个梦想是什么 讲好喽 其实四位老师 我都以前都看过 包括现在也都在看 郭芳芳老师 那就是从小属于是看她 戏长大的 但是影视方面特别好 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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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萍老师就是在我心中 是特别有气质 就属于像我的女神似的 就是长得好看 唱得也好 那咱俩搭档正好 孙中宏老师吧 就是桑林特别红亮 长得还帅 尤其那一笑 跟我似的成真儿鲜 好 赵小波老师也是 非常特别有气质 而且韵味的唱腔 或者是作戏方面 我都有所了解 来吧 说出你最后的选择 路在脚下 机会难得 就一次 把握好机会 我选择 我选择 面对四位名师的邀请 民主演员刘云娜 会做出最一样的选择 我选择 咱们跟我一样 真儿心 你孙中宏老师 好 你 你去谈团队吧 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也是这么多年的 你会后悔的 谢谢老师 太久了 谢谢老师 太久了 谢谢老师 我是女生 哈哈哈 没事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直接把这女生请了给她 她 谢谢老师 可以了 可以了 先随你了 好好地唱下 好的 真倒是鞋 咱俩都倒是鞋了 尤其他一笑 还不说他俩有点像 我刚才说 他俩长得有点像 像吗 像 他刚刚来个特写 是不是挺像 有点像 有点像 有点像多年失散的 那俩就是 我刚才说那句话 就是男的反串 也上装的 像李玉刚的这个 为代表的 都非常火 非常火 站不上二人转的 女丑角的 你是第一位 在我们的团队 我肯定给你打到一个 二人转的女名丑 谢谢老师 加油 谢谢老师 恭喜李玉娜 成功加入孙中宏战队 希望你在孙老师的帮助下 将自身特点 与二人转艺术紧密如何 闯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二人转之路 你非常如中不同 一定要加油 好吧 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 民间二人转艺人 他能否让名师 为他打开诗门 我叫王海文 来自吉林昌春 是一名民间的二人转演员 我爸演出 那个民间的二人转吧 已经25年了 就是一直在各个地方的小机场演出 没有机会呢 来到咱们第二台 然后我 应该是去年吧 在家看了电视 有名书的名师高途这个节目 然后我一看我们民间的艺术 也可以走上迎评了 结果 这次我就报名了 也希望民间的艺术 在咱们黑土地上 远远地流长下去 所以说希望四位导师 多多支持我们民间艺人 第一点 我们不能够认识 您的天哪 还能够认识 有死 每天都看到 还能够认识 您的天哪 还能够订 就是 区别 我们都要做 也是 我们都要做 您的天哪 您的天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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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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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фplat do you know i think about the primary 四位老师非常抱歉 因为我昨天早上起来 然后我父亲这几天住院 然后昨天刚出院我就来了 然后剪刀体巴一直在发炎 我昨天晚上五点到现在 吃了四遍的消炎药 吃了我一动了就出汗 刚才唱熙鹜大鼓的时候 有一个音 我没扑上调良调了 我听出来了 后来乐队的春江的 给我留下琴 我马上就抓回来了 这就是经验 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这就是经验 能看到你这个功夫特别的深 经验特别好 对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来自咱们吉林余树 我姓王 叫王海文 舞台上他们都叫王二 在家也是排好老二 所以说我的大名 很少有人知道 二哥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19岁开始学的二人传 一直到在舞台上 演出了这么多年 19岁开始学了 弟弟道道的明天二人传演员 明天二人传演员 对 就是你会多少块戏 我传统的戏应该会是 70个左右 我的天啊 了不起 照我们那个演出的时候 70块戏那就相当于戏篓子了 就基本上什么戏都不能 那可不 大道元的也有 然后背道的戏也有是吧 对 差不多吧 还想问一个小道事 就是在小剧场唱的 是不是有 啥这那的声音 那有 那有 而且还很多啊 现在我演出那个地方 也有 小范也有 但是有的人吧 给小费他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会认为你演的好 然后呢 给你打赏一点 就是看你非常辛苦 有的是打这酒蒙子 进去了胡说八道 对 拿了拿了100块钱 给你插了两盆酒 你不喝 那钱就不给你 前段时间啊 我在演出那个 我们老板娘 我没有搭到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在抓着唱 然后老板娘我俩唱 去那个酒蒙子吧 她每天都去看我俩演出 给了200块钱 她说你给我演点 我往前没看就给她节目 我说那我这已经开业 一个多月了 综艺东西 谁能会多少东西 还不像正戏 我说那老板娘 那不行 咱俩打拳击吧 那老板娘胖160多斤 然后我还搬不倒她 后来我就一个别子 一个别子应该撂倒了 结果那个右腿 那个任在私里 住了两个多月 就为了这个事吧 我感觉挺内疚 所以说我就感觉 那没让我花钱 我们关系特别好 我就感觉咱们 我们民间一人 特别不容易 真不容易 二人转演员确实挺新 真的挺新 今天那你为什么 要来到这个舞台 我来到这个舞台 除了参加这个节目 另外还有一个小疑惑 我就感觉吧 咱们现在网络时代 有些二人转演员吧 就是在前几年 已经被舞台遗忘了 没人能想起来了 没办法了 正好赶上快手啊 把什么抖音的活起来了 他们在家玩 结果人把这个东西 炒起来了 现在网红 回头看看我们这些 在剧场奔波这些演员 还是在原地踏步 我感觉这个事吧 特别不公道 就比如说 我剧场有一个扫地的阿姨 发快手发三个月 涨七万粉丝 我玩一年就三万粉丝 所以说 真是这样的 我感觉就是 快手要是逐步地在这样 就像我们靠唱正戏的演员 即将失去舞台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 不知道四位老师什么想法 因为他现在是叫自媒体时代 每一位都有这个 发快手的能力和权力 尤其在发现上看到都是在热门上 他就给你推一下 推送一下 然后你的粉丝就看 他是干什么呢 就有一个好奇心 好奇心就把一些 本身就是没有艺术 不会艺术的他也都发上去来 比方就跟你说扫地大妈 但是他粉丝可能比咱们还多 有时候可能是有点心理不太平衡 是吧 对 有的时候有这样 我就在想 为什么他能把他能玩到这么火 而且咱们没起来 他这种亏讽我特别理解 就是因为你在剧场正三百 人家主播在直播间里能挣三千 三千 其实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很多人 现在剧场为什么不火的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坐在手机这 我就能看到眼珠了 对 但是跟那种现场的感觉还是两回事 不用困惑 就是说走自己的路 爱咋咋地吧 好 谢谢老师 我还是希望你能脚踏实地地唱好二人转 真的别的真的无所谓 就是说他们现在主播人再多 就是你三千万粉丝 你有朝一天你这个直播的这个分过去了 你怎么办 我感觉还是自己有记忆 还是能吃饱饭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别的真的都无所谓 你只要把二人转唱好 到时候喜欢你 你在剧场能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感觉这个就很好了 咱地敢瞎人转 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本事就是本事 拿出十个主播都唱不过你一个人 没错 没错 真的 这叫实力 我会七十块戏 你会两块戏 这就不一样的 还有真本事 拼能力 有真本事 对 有真本事 所以把这形态放开 对 把形态放开 真的 所以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 谢谢老师 唱好戏 传承和发展 东北的二人转 我可以用我们现在专业的水准 来给你要求 希望你能够在民间的这种路上 更专业化一点 能够更上一层楼一点 我觉得会好的 既然这个年代 咱们改变不了 咱们用艺术去征服它 是不是 来到我们这团队 咱们共同研究 把二人转提成一个高度 好好唱吧 没错 谢谢老师 咱共同加油 这真会唱 这个版图真的很利索 你换调的时候 我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是上本蓝桥 就是在民间的唱法 他一定都会用爆板唱的 我就感觉 我说怎么就不用爆板唱 我正琢磨的时候 你这边就开始爆板了 说实话 这就是民间艺人的心有灵犀 所以说 我更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团队 咱们一起把民间的二人转唱好 咱们还能一起的 在一起演出 而且我还能给你唱盛壮 多好 又来了 又找 又吹搭档了 小伙主要是能搭档 你玩儿有搭档 我知道玩儿有搭档 我暂时没有 老板娘呢 没有 你现在你不跟老板娘唱呢 要不你就跟老板娘PK 反正你辣坨差不多 说他160斤你差不多了 能PK一套吗 是 再不能PK了 这耐度拉伤了 再不能PK了 今天呢 光旺老师没有开门 你就在我们三个人当中来选 来 做出选择 那我选择 面对三位女士的激烈争夺 拥有身后暗门状功力的王海文 将作何选择 我选择 那我选择 我选择 赵小波老师 好 白说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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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咋努力呢 很喜欢你 好好的把二人转唱下去 咱们一起把二人转发扬光大 谢谢 谢谢赵老师 加油 谢谢赵老师 加油 加油 恭喜赵小波 再得艺人实力唱奖 梅花苦寒 历久弥香 相信在名师的帮助下 王海文的艺术 一定会被更多的人发现和认可 在二人转的舞台上 闪放光芒 下周六周日晚17点50分 明师高途第二季 过来